好我們上個上個節課我們已經教了就是 提出預測函數然後提出損失函數 跟利用T度下降法優化 好這三個過程是我們要設計 人工智慧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過程 那這個損失函數 這個跟預測函數啊 這個就是我們損失函數啊 之前是說就可以用最大蓋絲估計法去想像 那求解的部分啊 這個主要我們要依靠提出下降法 那其中啊這個預測函數 我們之前就有教過線性回歸 那這個線性回歸它能夠用來做什麼樣的預測 它是不是只能夠給定幾個 N個這個連續變相或類別變相 類別變相也可以嘛 我們有教如何把這個就是多類別的 然後變成放進線性回歸的X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它的一變相 是不是就只能夠輸出一個連續的數值 這個連續的數值 它的值域是從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問題 假設我們想要預測這個人有病還沒有病 就是有得到疾病還是沒有得到疾病 我們手中有一堆COVID-19的病人 對不對 他們有一些參數 那有一些沒有COVID-19的病人 他有一些參數 我們要建立這個預測模型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ALCON是 有跟沒有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要怎麼建立模型呢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很簡單的去建立模型 這是一個二分類的問題 那我沒有辦法很簡單建立模型的原因是 這個我如果到時候預測負限大 好像 就是他預測正數或負數 這個是不是就 就是我還要其他的 我就不知道我要怎麼去 設計那個損失函數 我再換個講法 就是如果今天啊 你說我預測出來 我一樣要線性回歸嘛 那我預測出來如果是負數 我就把它當作是不是COVID-19 然後正數就當作是COVID-19 那這樣子的話我的 損失函數要怎麼定啊 你會發現非常難定 為什麼非常難定 因為 理論上 我那個東西應該要是一個機率 可以理奧介我的意思嗎 因為 我如果是機率的話 才有辦法去說 這個箱子裡面有幾顆球 然後初始機率是多少 那我抽出COVID-19 變成幾個機率是多少 對不對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我其實在面對二分類問題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利用線性回歸來做 我必須要想個辦法 把那個 線性回歸的Output 在這裡 他做了一個這樣的運算之後 我想要把它轉換成機率 我想要把它轉換成機率 我要怎麼轉呢 來大家想一下機率的範圍是 是介於多少到多少之間 0到1之間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 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除以 1-幾 這樣它的範圍是 從多少到多少 0到 無限大 鐵定還是個正數 可是它是不是就變成可以到無限大了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你再取一個LOG 你再取一個LOG 這樣子的話 0到無限大的數字 取了LOG之後 是不是就是負線大到正無限大之間 那並且 取了LOG之後 LOG的0點 是不是剛好就是 原來1的部分 就是自己除以 P除以1-P1的部分 P除以1-P什麼時候會等於1啊 0.5 對吧 可以接受啊 所以說啊 如果我用這樣的一個式子 跟我用 P除以1-P 然後再加上LOG 去跟這個Linear Regression 它的右邊去做一個結合的話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滿足我剛剛講的說的事情 這個的預測是一個 負線大到正無限大之間的範圍 那這個東西 它的範圍 它的值語 也是正無限大到負線大之間 但是這個P啊 這個P就是0到1之間了 對不對 並且 這個LP 這個Linear Predictor 我們叫Linear Predictor 它如果是負的話 是不是機率就小0.5 它如果是正的話 就代表機率大於0.5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這個 邏輯思回歸就是這樣描述 P跟 X的關係 那這個P啊 是Y等於1的機率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這樣你們應該看得懂這個式子了吧 好 當你看懂這個式子之後啊 我們把這個式子稍微展開一下 就是 我們把這個P移到最外面來 那這個P移到最外面來 這個過程啊 其實 沒有非常困難 就是兩邊一起Exponential 兩邊一起Exponential之後 然後把 然後把 下面這個分子 乘過去 乘過去 乘過去之後 把有P的聚集在一邊 沒有P的聚集到一邊 它最後出來會是一個這樣的式子 好不好 那我們 我們就不證明這個式子怎麼解出來 這個值是 等量公體稍微 可以 左邊換一下而已啦 沒有 沒有那麼困難 總之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 邏輯思回歸 它的式子 是長這樣子的 好 有點複雜對不對 原來的式子 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好記 那它 這個 但是 我們比較習慣把 Y或者是P 把它放在右邊 然後它等於一大串東西嘛 對不對 它的 這個 就是它的正規表達式 就是這個方式的 好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你記住這個式子 現在有沒有人覺得這個式子沒有辦法接受的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覺得 還是聽不懂 我們可以再講一次 沒有關係 好 大概哪個部分 你大概描述一下 就是 存在exponential 然後 右邊移過去 要怎麼變下面 那個樣子 存在exponential 右邊移過去 要怎麼變下面這個樣子 下面那個生物 往右邊丟 好 沒關係 我畫在黑板上好了 好不好 好 那我想我剛剛在黑板上面已經解完 這個式子是怎麼過來的 那這個 這個 就是 你有沒有非常清楚 講真的也沒有那麼重要 那 我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 我們就把它叫做邏輯思維規 它負責拿來做什麼事情 拿來負責拿來做這個 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堆 這個 有一堆變相 就是有一堆有的沒的參數 我想要預測現在當下這個東西 它是 正的還是負的 就是它的機率是多少 我就要用這個式子 來做 好 那有了機率以後 有了機率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跟我們真實的資料 來做一個 做一個就是這個損失函數 然後我就可以去求解了嘛 對不對 好可是 在做這個求解之前 我們先來 我們先很快的亂過一個東西 首先我們先把答案讀進來 然後在我們求解之前 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好OK 在我們求解之前 我們先來使用R的內建函數 來做一下邏輯思回歸 我們來看看答案是什麼 好不好 然後我們想要用年齡 來預測LVD LVD是一個0或1的數字 這個LVD 0的話 就代表它沒有這個 心臟衰竭 1的話 就代表它有心臟衰竭 我們先這樣 我們先這樣等 記錄 好我們要建立剛剛那個式子 邏輯思回歸怎麼做呢 你需要用GLM這個函數 然後用X預測Y 用邱影就是用 右邊的預測左邊的 用X預測Y FAMILY等於BINOMI 這個代表是說 我現在在做邏輯思回歸 好我全部按完RUN之後 它告訴我我的 參數是-0.3 跟0.001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說 你的式子啊 將長成這個樣子 來剛剛這是我們 剛剛求到的參數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求到的參數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 原始的式子就是 logP除1-P等於 Beta0加上Beta1乘以X嗎 對吧 所以我現在把Beta0跟Beta1 求出來了以後 那我現在的式子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寫成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翻譯 我們把這個式子翻譯成 下面這個式子 好這就是 我們剛剛做一個簡單的轉換而已 對不對 好做一個簡單的轉換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代入Edge 就知道這個人 他有LVD的機率 這個P就是機率嘛 這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根據這個方程式 我知道的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60歲 那他有心臟衰竭的機率 就是44% 如果這個人是80歲呢 45% 如果這個人是100歲呢 46%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會說 怎麼變化很小 欸 如果 也許這個年齡不是很重要的參數 你要了解這個意思嗎 這個年齡在變大的時候 可能有 該會發生心臟衰竭的人 他就是會心臟衰竭 他可能跟年齡沒什麼關係啊 不過大家還是 可以透過這個方程式 來了解 這個邏輯最貴 他是怎麼去建立 就是 就是input跟output的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是透過這個方程式 那我透過幾個代入的這個 就是幾個代入的式子 讓大家了解到 他的變化是什麼樣子 好我們啊 我們通常在做生物統計的時候 有一個另外的講法 這個另外的講法 大家只要就是 如果你對統計 你就 這個上完 基本的生酮課 就不想再學了 這句話你也不用特別記了 好不好 那個 不過這個 需要 稍微就是 就是 以後讀paper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用到 好不好 來 這個0.001 的這個 回歸係數 他並不好解釋 線性回歸的回歸係數 很好解釋嘛 對不對 X每上升一個單位 Y上升幾個單位 對吧 可是問題是 這個邏輯思惠規 他的這個X跟P的關係啊 他沒有辦法很簡單的 變成一個線性的關係 對不對 他中間有個 他中間是不是有一個 複雜的轉換式在那邊 所以說啊 他其實不好解釋 所以他的正確解釋 是這樣子的 年齡每提升一個單位 他的勝算比 勝算比 勝算比就是邏輯思惠規 一個非常特殊的 描述他邪律的方式 好不好 你以後在Paper上面會看到 他叫Arts Ratio 勝算比是 1的0.001626四方 那等於1.001627倍 好這就是他的勝算比的意思 他的這個就是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運算的時候 這句話是多餘的 我們只要把 式子建立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現在有了預測式以後 我們還記不記得我們還要做什麼 我們要建立一個損失函數 對不對 然後我們建立完損失函數之後 我們還要再去求解 對吧 那我們現在用什麼損失函數咧 我們 暫時我們懶得想好不好 我們現在 懶得想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這個 Y是不是0或1 Y是0或1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 Y是0或1沒有錯 那P是呢 P是多少 P是0到1之間的數字對不對 P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到1嘛 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到0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用 YI-P的平方 這個就是殘差平方合 對吧 這樣子 相減的平方 然後 累加起來 欸 這個函數 好像可以用嘛 對不對 有人有覺得不可以用的感覺嗎 欸 沒有對不對 它是合理的 這樣沒有錯吧 它是合理的 欸 大家想一下 那 這個東西合理 那如果我把P 換成LP呢 就是 我現在啊 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我就在做邏輯式回歸的時候 我不要這邊了 我不要這邊了 那就是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這裡 換成LP 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欸這個 Y如果是 Y如果是1的話 那它如果變成負 它如果負很多 欸 Y如果是0的時候它負很多 它會強迫它回到0嘛 對不對 因為負很多 兩個相減 它的這個數字還是很大啊 對不對 其實它正確預測了 但是它還是被迫接受了一個很高的損失 對吧 所以說 你的這個Y是有線範圍的 你這個P 你跟它相減的這個東西 鐵定也要有線範圍 你如果是無線範圍的話 它就不知道要怎麼 往哪個方向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它其實已經學得很好了 它負很多了 可是你又強迫它回到0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是可以用殘差平方核 來建立損失函數的喔 我們的預測式長成這個樣子 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預測式長成這樣 那我們的損失式長成什麼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那把兩式合併 它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 兩式合併完之後 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我如果用梯度下降法的話 我就必須求 β0跟β1的偏倒函數 對嗎 可以嗎可以接受喔 好看起來很難啊 其實沒有很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步 我們要先一樣 再複習一下連鎖率 連鎖率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啊這個 這個 函數 它其實可以被拆成好幾個函數的連續 什麼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 殘差平方核對吧 這個殘差平方核 我們之前就已經解過它的偏倒函數 它的倒函數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接著咧 這個p 它是不是可以被拆成 這個函數 跟這個lp 是一個線性函數的組合 所以說 我們在解這樣的一個 微分方程的時候 這個連鎖率是經常要用到的 第二個是你需要學會微分處法 微分處法的公式 就是跟連鎖率的公式一樣 就是 我不去證明為什麼它這個樣子了好不好 這個 應該 就算 就算你不知道為什麼 左邊等於右邊 那反正 這個 查書也查得到了好不好 我們這裡就不去介紹 怎麼從左邊等於右邊了好不好 好第三個 指數函數微分 一樣我們不證明 但是你就知道這件事情 指數函數微分 就等於自己 好這樣可以接受 這些我們都會用到 為什麼我們會用到 因為我們現在要解這個函數的微分 這個函數我們叫S型函數 這個S型函數是什麼東西呢 欸 你仔細看一下它的構造 它是不是跟黑板上寫的那個一樣 對不對 這個S型函數 其實你可以把邏輯思維規想成 我先計算出這個LP之後 把LP丟進S型函數裡面 為什麼它叫S型函數咧 我們來Google一下給大家看 1除以 1加上1XP -X 看到了嗎 它跟X跟Y的關係是一個S型 所以通常啊 這個 通常我們把它叫做S型函數 英文SIGMOID函數 好 那這樣子一個 函數啊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微分我要怎麼求 因為我只要求出它的微分 之後我就可以用連鎖率去做 對不對 這樣會比較簡單 我們來看它的微分怎麼求 來 首先 你要對這個式子求 X的微分 對吧 那怎麼辦呢 我先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就是 這一大包 這一大包 跟 裡面 好不好 所以我先對這個 球 這一大包的微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然後接著再乘語 這一大包裡面 對X球微分 這樣可以吧 這裡到這裡 我用了一個簡單的連鎖率 就做到了對吧 而且我做得非常慢喔 我沒有跳過 這樣可以齁 好 那做完這一步之後 我們這個東西的微分是什麼咧 這個東西的微分 那就是N分之一的微分 對不對 N分之一對N球微分 N分之一對N球微分 你如果很難去了解怎麼做 我們就想一下微分處法怎麼做 來微分處法怎麼做 我們看一下 呃我們首先啊 這個對上面 這個對上 現在就是兩個函數嘛 對不對 兩個兩個組合嘛 好 欸 上面的 欸 就是下面的 不微分 乘上 上面的有微分 就減掉 這個 上面的不微分 乘上下面的有微分 好那這樣子 算完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 G of X是什麼 就是這一串 這一包 那 這一串 是什麼 這一串就是1的微分嘛 1的微分是多少 0 所以 這一串我就不看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一串我就不看了喔 那這一串呢 這一串我們來看一下 F of X 欸就是 1嘛 對不對 1留著 G of X的微分 這一個東西 這一包東西求微分 1就不重要了 長數槍直接捨去 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我剛剛前面指數微分 他本來就是自己嘛 複數到一下 這樣可以了解 欸 我這裡是不是寫反啊 哇 我好像寫反 好 那反正 上面我們就會變成-1 這樣可以嗎 那上面有-1的話 這個 我下面啊 你看一下下面我就是 他自己的平方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包我就留下來 他自己的平方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東西 他在右邊他要乘上這一包嘛 1可以直接捨去對吧 1可以直接捨去 那這一個 1的-X之方 求X的微分 這我剛剛求過了 X 負號一下來 然後-X留在上面 好 就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可以接受了以後 你會發現我可以把它乘上去嘛 對不對 他會變成這一包 我把這個乘上去 沒有太大的困難吧 對不對 我把它乘上去了以後 這個要拆成下面這樣 比較難看 可是 我們反著 我們反著球好不好 這一包有沒有等於他 就是我們下面算完看有沒有等於上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下面是什麼 1加上 這個1加上1的-X之方 分之1 減掉 他的平方 然後勒 再減掉什麼 這個 呃 這邊 這邊要這個 呃 我看一下喔 這邊 這兩個相乘的話 呃 我需要一起加上這個 這個東西對不對 就是 這個1我要看成 1加1的-X之方 分之1加1的-X之方 這兩相乘之後 他們底數一樣 都是1加1的-X之方的平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上面 就是1加1的-X之方 減掉1 那1捨去 那是不是x的-X之方就留下了 所以下面等於上面這樣可以接受吧 下面等於上面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仔細一看你會發現什麼事 這一包不就是本來的東西嗎 欸就是X型函數嘛 那這一包呢 那就是1-X型函數嘛 所以對X型函數求為分 等於自己乘上1-自己 這樣可以接受嗎 等於自己乘上1-自己喔 好 那你如果知道這件事情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B0的偏導函數我要怎麼求 首先我要先把它拆成 殘差平方和 跟其他 對吧 殘差平方和跟其他 那其他的那個部分 我可以拆成 S型函數跟 LP 對吧 好 我這樣用了一個連鎖率這樣求下來以後 欸 殘差平方和的微分就是2放下來 把2 2N的2消掉 2放下來 然後左右順序調換 乘上這個兩個 這個東西的微分 是不是就是自己乘上1-自己 那自己是什麼 自己就是P嘛 對不對 P乘上1-P 留下來 在乘上這個東西 LP就是Beta0加Beta1X 對著Beta0求為分 就是1 係數留下來 直接捨去 那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Beta0求為分 它的偏導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那對Beta1求為分 過程全部可以省略 最後一步不一樣而已嘛 對不對 那變成X留下來 剩下完全一樣 所以 這個Beta0跟Beta1的偏導函數 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 那你長成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可以來練習了 你的練習其實要做什麼呢 來這邊 前面這一大串的結果 你只要知道結果就好 結果這個是我已經求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希望你可以利用T度下降法 來求解邏輯是回歸 那答案顯然就是跟剛剛這個是一樣的嘛 這個就是我剛剛求出的答案對不對 我試著看看 我有沒有辦法 求出一模一樣的答案 我們上次在做 線性回歸的時候 這個函數求出來的答案 跟我用我就是 我用 我自己求數學式解出來的答案 是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啊 你必須 要利用這些資料 求出來看看答案是什麼 好 看著X跟Y我已經指定好了 然後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使用 內建函數來做邏輯色違規的話 你得到的 擷具應該是-1.99 斜率應該是0.36 好 然後啊 我已經幫你把 Differential Function 兩個Differential Function就寫好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來到 剛第六課的地方 然後看著練習二的答案 練習二的答案是什麼 線性回歸的T度下降解法 對吧 看著第六課的答案 這裡 請參考這裡 把這一題給解出來 好不好 我希望這裡應該大家都要會 因為改的地方其實不多 那只是給大家一個體驗好不好 我給大家大概 15到20分鐘的時間 做一個練習 好 大家看一下 這是上節課練習二的答案 對不對 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練習二的答案 直接複製貼上 就我剛剛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然後我直接複製貼上 你應該會發現它居然會動 對不對 而且沒有出現error 然後我可以直接跟你們講 這個答案 這樣寫 直接複製貼上就可以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答案 好 我們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1.20跟0.237 好像答案有點問題對不對 答案好像不是很一樣 可是 答案也不一樣 這件事情我們先再談好不好 可是我們注意到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 本來的那一大串程式 完全就是可以walk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 這個練習第七課答案 它的這個語法 真的是一點都沒有變 那一點都沒有變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原來 T度下降法這一套核心點算邏輯 他唯有差別的 上上節課題目跟這一節課題目 唯有差別的就是 我把線性回歸跟這個 這個 殘差平方核的組合 換成了 邏輯式回歸跟殘差平方核對吧 所以差別只有偏導函數有差別 對吧 它的T度下降法本身沒有變啊 T度下降法就是 上一步 減掉learning rate 乘上 當前的斜率嘛 對不對 那這個當前的斜率 怎麼算出來 只有偏導函數是不一樣的嗎 可是我在這一節課的時候 我已經把偏導函數給你了啊 所以它其實根本就沒有變化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T度下降法在 就是 T度下降法這個東西啊 它這個 它只要去改變 偏導函數的內容 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改變它整個語法的 核心邏輯 這樣可以吧 好那 只是問題是說 答案你算出來好像不一樣啊 答案算出來好像不一樣 好不一樣原因是什麼呢 你仔細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 函數圖形 如果你從 我這邊來試一下啊 欸 你的 你的 你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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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会动 虽然答案不对 但是会动 诶你发现了什么 STAR VALUE不一样 结果完全不一样 这合理吗 好像有点合理 好像不太合理 合理的点是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 那个T度相应法过程了 对不对 就是它会被困在Local Maxima 对吧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台北市 它就很容易爬到七星山 就不会找到玉山 这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诶可是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图形 这函数图形其实没有Local Maxima 但是你注意到了什么 这个函数图形 它在很多地方 它好像几乎是平的 对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这个函数图形 你如果 在 10的地方 你把1010的地方带进去 就你这里带10 这里带10 你会发现它的T度趋近于0 对吧 它的T度趋近于0 T度趋近于0代表什么意思 当前的斜率几乎是0 那如果是11的地方呢 诶 它是有T度了对不对 它T度大多了对吧 啊00的地方呢 诶00的地方它T度刚好是0 怎么那么巧 好我们来看 这个 那换BETA1好了 BETA1应该会有一点T度了 好 更大了对不对 好 我们 这个T度是什么意思 斜率对不对 T度斜率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函数图形 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斜率是不是 非常的平 非常的缓和 所以动不太了 它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很抖 所以动得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样的一个 T度下降法本身是 没有问题的哦 啊有问题的是 这个函数图形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 再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再稍微练习一下 你只要把这串程式码 贴过去就好了 你了解它T度下降法 核心逻辑 但是答案错的 答案不一样的原因 并不是T度下降法出错了 而是 要嘛就罗级思维归出错了 要嘛就是损失函数出错了 对不对 那这样看起来 预测函数错的机会不高 所以损失函数有问题 对不对 而且我刚损失函数确实乱给了 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来解这个问题 先给大家 先给大家练习一下好不好 好我想 刚刚大家应该已经 把就是 T度下降法部分 练得很熟悉了 然后我们也指出了 问题就在损失函数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从数学上来 好好看一下问题到底出来哪里 这个是我们刚刚解出来 β0的偏导函数 这个是我们求出来 β1的偏导函数 那你发现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在求解解完答案之后 我们从来就没有好好仔细看这个式子 当你仔细看你发现 这里有个P乘以1-P 下面也有P乘以1-P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刚刚给这个 10跟-10的时候 其实会出现什么事情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知道 β0跟β1要是多少 对不对 那我给出 10跟-10的时候 这个X 是不是不管是多少 我乘上去 这个P一定会非常非常接近1 因为它整个数字非常大 然后过了这个 S型函数之后 它的数字是不是就会非常非常接近1 那如果是-10-10 它的数字就会非常非常接近0 对不对 那非常非常接近1 或非常非常接近0的时候 这个东西一沉下去 是不是就是0 这样都会有意思吧 那所以说 它是不是T度就等于0 我们把斜率就等于0了 T度或斜率意思是一样的好不好 诶那个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你们讲过 为什么叫T度像样法 为什么叫T度啊 我刚刚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我讲过吗 没有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 斜率啊 斜率就是 斜率就是这个X跟Y的关系啦 好不好 那那个T度是 我如果有很多个斜率 它会变成一个向量 去到T度 好不好 就是T度就是 就好像那个什么 很多 就是很多个元素 然后组合在一起 叫向量 对不对 那T度就是描述一组 这样子 一组好不好 一组的斜率 好那 这个我 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还没讲过啊 诶怎么都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真的奇怪 那你们本来以为T度叫什么 T度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反正意思也差不多嘛 跟斜率意思也差不多 好 这个不好意思啊 如果 刚刚那个中间忘记解释什么名词的时候 你们下次提醒我一下 好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斜率 P乘以1-P的部分 它如果换到这里来 是不是就是 诶在这个函数图形里面 这里的斜率是平的 对啊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 这就是 P乘以1-P 它 就是它实际上的意义 在数学上就是 P乘以1-P 好那我们 现在 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了 这个逻辑是回归它的预测式 显然是不能改的嘛 对不对 或者说 要改起来 我现在没有什么想法要怎么改 可是 刚刚我的损失函数 显然是乱给 对不对 我刚刚有跟你 我们明明就记得 这个几率 几率跟这个 有抽中跟没抽中的关系 好像是二项分配啊 好像不是 好像不能这样乱搞啊 对不对 因为 我们好像还记得一件事情啊 限性回归之所以 是残差平方核 不是残差的绝对值核 好像是有原因的嘛 对不对 是根据那个 常态分布的 机率密度函数 所给出来的 所以说啊 我们不能乱搞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损失函数 应该写人什么样的 应该是要写人这个样子啊 来这个样子 你如果直接看的时候 你不容易看得懂 但是你要想一下 y 要么就等于 1 要么就等于0 对不对 那y等于1的时候 这一大串 是不是就是p 这样都有意思吧 那y等于0的时候 这一大串 是不是就只剩这里了 来 y等于1的时候 就是p的一次方 乘上这个东西的0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直接舍去 就只剩p了 y等于0的时候 然后呢 p的0次方 1嘛 对不对 不要管他了 然后就被1-p乘上的一次方 那就是1-p本身嘛 所以 这个函数 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啊 就是告诉我们 y等于1的时候 就是p y等于0的时候 就是1-p 什么意思呢 y等于1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抽中了p这个几率嘛 对不对 这个p是多少 就是红球的几率 这样可以接受吧 那 我没有抽中 我抽中黑球的时候 我就要用1-p的几率嘛 对不对 黑球比例的几率 它唯一的差别只是 只有在 这个p啊 现在不是一个特定数字 之前我们在算什么 盛行率啊 还是在算什么 红球黑球的时候 这个p是一个固定的 数字 主要说 红球的 比例就是20% 那我就是0.2 这样一直乘 对吧 可是现在这个p 现在这个p 它是跟的 x跑的 对不对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p 那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p 它的关系式 是被这个关系式所描述的 对吧 可以接受吧 那所以说 我现在每个人 他每个人的这个p p跟1-p是不一样的 那根据这个人 他是 这个他有抽中还是没抽中 就是他 y 是1还是0 我就 给定他不一样的p的几率 有些人就是抽到positive了 那我就给他p 有些人抽到negative 我就给他1-p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 如果了解这个意思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式子 把他累 就是每个人就会有一个 自己有没有抽中嘛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有三个人 一个人抽中他自己的p 两个人抽中他自己的1-p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整套 几率累成起来 这就是总样本几率 这样都用意思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总样本几率全部累成起来 他是不是可以描述成 这样的一个符号 每个人有自己的p 有自己的y 每个人有自己的p自己的y 自己的p是根据自己的x决定的 这样可以接受啊 然后 每个人都有一套这个 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就是 if y等于1 就用p if y等于0 我就用1-p 这样可以吧 然后把这一包累成起来 我要令他的几率最大化 这是不是就是最大盖斯估计法 可以了解吗 好如果 有没有 不能了解的 到这里为止不能了解的 哦这位常有问题的同学 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 哪个部分看不懂 这个符号 这个 这是累成符号啊 跟sigma就是累加符号 你是这个符号看不懂吗 还是哪个符号看不懂 有哪个符号 这是累成符号 高中没有交过是不是 哈啰高中生没有交过吗 好 这个累成符号好不好 就是 跟累加符号有点像啊 好不好 干嘛大家笑那么开心啊 我们的年代有点差距了嘛 对不对 我可能不知道现在 课程被改成什么样子啊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累成符号啊 这样可以吧 好那累成符号 现在这一串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把这一大串取log 可以吧 我把这一大串取log哦 我本来要maxima这个东西 我现在要maxima取了log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可以嘛 对不对 意思是一样 取log不会改变那个 方向啊 对不对 好那 把这一大串取log有什么好处呢 来 首先 累成变成了累加 对吧 我把log移进去 累成是不是就变累加了 可以接受吗 哈啰 可以吧 log log外面累成法 等于log里面的加法 对不对 可以了 把log放进去就变加法了 这样可以齁 好 所以就变sigma 那 我对 那我就是对这一包取log了 对不对 那对这一包取log 有很难吗 好像还没有 就是四方向要往前移嘛 对 四方向往前移 然后本来是这一包 乘这一包 变成这一包 加这一包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然后 所以是不是 四方向往前移 y 乘以logp 加上 这个往前移 1-y乘以log1-p 这有没有问题 太好了 我看到大家都说摇头 哎 有问题 大家真的要问哦 因为 这个不要害羞好不好 不过这里 我看得出来是没有问题 好 ok 那所以我的球解 目标变成是 maxima 这一大串 对不对 可是因为 T度下降法 是球最小值 那我就 minima 加了负号 这一大串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吧 这样可以接受 本来是要maxima这一大串 maxima这一大串等于maxima这个 对吧 这就是最大概式估计法 等于minima这一大串 好这样可以接受 好 这一大串看起来复杂 实际上 没有很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东西 这个函数 我们 就是 我们要minima这一大串 这个函数 叫做交叉商 真的 Cross Entropy 这个Cross Entropy 之后你们可能 就是 不小心看到这个特能 好不好 那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一串 函数 它有什么特点 如果 y 等于1 的时候 y等于1 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只用这一项 那 他会希望 p 越大越 越 是不是越接近1 越好 为什么 因为log1 就是0 对不对 那log 只要离1 越远 他是不是就 负越多 那 因为这一项是带负号的 这一项是带负号的 对吧 所以他越负越多 他就很大 所以 如果你要让他最小化的话 你就希望这个 当y等1的时候 这个p 越接近1 越好 这样动用的意思吧 那 这一串呢 当y等于0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看这一串 我是不是就希望 这个东西 这个log1-p 越接近1 越好 那就是p 越小越好 这样可以接受吧 所以这个 cross entropy 这个函数 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 他跟我们求解目标 是一致 我们希望y等于1的时候 p越接近1越好 y等于0的时候 p越接近0越好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是我们的目标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 我们把 新的损失函数提出来之后 我们下一步 如果我们要做t度下降法 我们要做什么 好 我们要求偏倒函数 对吧 那 我们之前有学过 残差平方和的偏倒函数 那 现在我们新提出一个损失函数 叫cross entropy 那我们显然就要 那我们显然就要 学如何解 cross entropy的偏倒函数 好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我们先学一个新玩意 对数微分 对数微分 就等于x分之1 好 这件事情 一样哦 我不证明了 好不好 就请你这个 就当做这个尝试了 好 那如果你当做是尝试的话 我们来往下看 那这样子 我们 cross entropy 的微分 就等于 这一大包 两项 可以拆开 微分嘛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吧 这一大串 我要求p的微分 我是不是加号的左右两边可以分开 可以接受吧 然后y 它其实是一个常数项 我不需要管他 这样可以接受吧 这个y我不需要管他哦 好 这个y我不需要管他 那你发现 这个不就是 p分之1吗 这个球完不就是p分之1 所以就是 p分之y嘛 这个部分就是p分之y 这样没有问题吧 右边的部分呢 一样 1-y是一个常数项 所有不用理他 那 这个就是1-p 1-p 然后 log1-p 求p的微分 那因为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负号往前丢 1-p分之1-y 变成他一要分母嘛 对不对 1-p分之1-y y p分之y 减掉1-p 乘以-y 我做个通分 通分不难吧 对不对 通分完了之后 长成这个样子 好这个 这个通分我就不求了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 最后 cross entropy 的微分 长成这个样子 哎 长成这个样子 你不得不佩服一件事情 你发现了什么事情 他在下面 他的分母的部分 有我们讨厌的那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刚刚在求 我们刚在求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 他有这个东西 很讨厌 对不对 那你发现 我求cross entropy 的微分之后 我发现他在分母有这个东西 那连佐率不是两个相成吗 那是不是就约分约掉了 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对这个东西求偏倒函数 来 首先 我要先对cross entropy 求偏倒函数 对吧 可以接受吧 我不知道 学到这里为止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运用连锁率 越来越熟练了 好来看一下 对他求偏倒函数 那就是他的偏倒函数 在乘上 我把这里 我只是把这里拆开而已 本来就要 这个p 本来就要 先把它变成 s型函数为分 乘上 lp 对β0求为分 这样可以接受 继续 这个东西我们刚解过了 p 乘以1-p 对吧 这个东西我们刚刚也解过了 在这里 p乘以1-p 分之 p-y 这样可以接受吗 诶 诶 诶这两这两坨不是可以约分约掉吗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东西 诶就留下121 哇这下简单了 整串 如果你用 cross entropy 作为损失函数的话 整串 β0的偏倒函数 哦变得比刚刚还要简单好多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好那 β1的偏倒函数勒 前面的过程完全一样 只插在后面 只插在这里 对不对 x 留下来 诶这两个偏倒函数看起来是不是好看多了 诶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数学式子好看 暗示着什么 偏倒函数好看 暗示着那个函数图形 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函数图形最后长什么样子 函数图形最后长这样 够简单吧 好不好 那 我们现在 这两个东西求完了以后 我们希望你做个练习了 这就是什么呢 来 一样 我已经把刚刚的偏倒函数 写成函数给你了 就是 y-p 加负号 所以就是p-y嘛 对不对 除以n p-y 乘上x 除以n 累加起来之后除以n 所以说 我已经给你了哦 一样请你这样复制下来 然后 复制下来 这样就复制完了嘛 对不对 然后跟 这个 跟这个 GLM的这个结果相比 GLM结果是-1.99 跟-0.36 好 请你做一下练习二好不好 我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做练习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练习二的这个答案 练习二 练习二的答案 你会发现啊 就是 我们把 偏倒函数改掉之后 一样 T2向上法部分是不需要改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只要直接按ROM 你就会得到 你要的答案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答案啊 基本上就跟 GLM求出来的答案一模一样 非常非常接近 好了你要让他够接近 让他跑得够久了 就是 本来一千代本来跑一万代 好这样就会足够接近了 这样可以吧 1.55 9957 0.362 0.362 29 0.362 1.9957 这样可以接受吧 所以说 這個 练习二的答案是完全不需要改的 这样可以 代数够多就會跑到正确的位置 所以说大家知道的什么事情 其實GLM函數 他其實他用了邏輯思維規 他的這個損失函數 那一定就是跟我們想的這個一樣 我們現在星球的這個一樣 這個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邏輯思維規他就是配 cross entropy 損失函數 那我們來想一下這個配對有沒有他的道理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邏輯思維規他配 cross entropy 函數 你說那個什麼最大蓋斯估計法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他當然是重要 但他其實 我們先把他擺在其次 其實最重要的核心關鍵是 他使用cross entropy 這個函數 他可以讓他的T度比較平滑 他的T度比較平滑 原因是因為 cross entropy 在這個球偏倒函數的過程中 可以有一個p 乘以1-p 的部分 可以跟S型函數的這個東西 相互約分約掉 對嗎 所以說你只要知道一件事 以後你只要看到有S型函數的 Output 你可能就必須幫他準備 這個 準備這個就是cross entropy 的偏倒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原來啊這樣的一個 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 它原來是有一個相對應的關係 1對1的關係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你了解了這件事以後 邏輯碎規我們基本上就已經算學會了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啊 就是除了邏輯碎規 因為邏輯碎規畢竟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東西啊 好你可能覺得沒有很簡單啊好不好 但是反正 這個我們課程就還是有一些時間嘛對不對 我們今天才上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們今天再教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反正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啊 我們的上半學期就是教大家 基本的 很快的教大家熟悉程式語言 然後再教大家基本的數學原理嘛對不對 那下半學期的時候 我們才會教大家機器學習 真的帶大家運算 對嗎 那我們現在要再教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在我們進入機器學習的領域之前 我們要教大家資料科學的實驗流程 什麼意思咧 就是我們現在啊 這個 如果我們未來真的想要做一個實驗 想要做一個研究 就是我們想要用一些就有的data 去建立一個預測函數 那就是一個建立一個人工智慧嘛對不對 然後並且去評估它的準確度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我們以後一定要把樣本分成三個部分 這是一定要的哦 而且你們會看到 如果你們開始有在看paper 我知道就是假說 大一大二的學生不可能會去看paper 好不好 等到你們到大五的時候 多多少少就會開始看paper 或是研究生 一年級的時候會看很少的paper 二年級就會看很多的paper 你們會看到 對於人工智慧的研究 他都會把樣本分成三個組別 哪三個組別呢 訓練組 訓練組 驗證組 跟測試組 有一些paper 他會換名字哦 就來說 像訓練組 有時候會叫training set 有時候叫development set 驗證組 有時候叫 redient set 有時候叫tuning set 測試組 有時候叫testing set holdout set veridient set 這個veridient set 跟這個字完全一樣 所以有時候啊 你必須在paper裡面 你必須了解一下 他這個veridient set 他到底是 用 他實際上是哪一組 這樣都會說 他名字有時候重複 你說這個名字 名字為什麼不會統一啊 對不對 為什麼會重複 而這個領域發展太快了 導致有一些人 veridient set 拿來在這裡 有時候拿來在這裡 好不好 好那 我們知道有三大組別之後 結果以後你的樣本 一定要分成三大組別哦 這三大組別要分別拿來幹嘛 第一大組別 負責拿來建構一個預測模型 樣本可以隨意調整 什麼叫樣本可以隨意調整 這個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寫你的樣本 這個 舉例來說 這個 樣本這個 舉例來說 Case組太少了 舉例來說你只有 100個COVID-19的病人 加上1萬個沒有COVID-19的病人 你覺得你的Case組太少了 你可以把你的Case組 比如說你這個COVID-19的病人 把他隨便增加個一歲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COVID-19病人 把他模擬一些COVID-19病人出來 隨便你怎麼搞 這一組 在這一組裡面 隨便你怎麼搞都可以 好不好這樣都有意思吧 好 那驗證組 第二個組別要做什麼事情 他不參與模型訓練 但是要指導前面那個模型訓練 什麼叫模型訓練 模型訓練就是 T度下降法求解那個過程 這樣都有意思吧 所以上面這一組 是拿來提供這個樣本 讓我們求到 那個Function Set裡面的參數 求到一個特定的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 驗證組要拿來指導 這個過程 什麼叫指導這個過程 等一下我們會 等一下我們會 給個範例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Data 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Data 舉例來說我們要預測LVD 是否是LVD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性別年齡 然後Rate PR這些 所很多參數 去預測LVD 可是你全部的參數都要用嗎 我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我 我用了10個參數 是不是就是在 這樣的一個Function Set裡面 找一個Function 那 我用了20個參數 是不是就在20個 參數的Function Set裡面 找一個Function 這兩個 參數 這兩個Function 我要用哪一個 我要用驗證組來指導他 用驗證組來選擇 我要哪一個Function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訓練組只能夠在 一個特定的Function Set裡面 找Function 而驗證組可以協助我 決定Function Set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用這兩組樣本 選擇出了一個 最好的Function Set 以及最好的Function 選出了一個最好的Function Set 並且決定了哪一個Function 以後 我只能夠在測試組上面 用一次 注意件事情喔 我不能夠 舉例來說我找了10個 我建立了10個Function 我就把這10個Function 全部用在測試組裡面 然後舉例來說 這10個Function 它的Performance 分別是從80分到85分 然後他說 他最好是85分 所以是85分 不行喔 不能這個樣子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在真實世界的時候 你只能夠選擇一個樣子 選擇一個東西對不對 那你讓10個學生去考試 你可以把它想成 你訓練出10個人工智慧 就是你有10個學分 你去考試的時候 考最高分的那個 你就當作是你的最終成績 這個不合理 不合理在哪 這10個學生 你實際上 在面對真實世界的時候 你就是派最好的那個出去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 10個學生裡面 選最好的學生的時候 你只能夠驗證組選 選到最好的那個 再測試組 最後再 只讓他考一次 因為你 選出來那個model 最後你在真實世界 就是用那個model 這樣懂的意思吧 你如果在真實世界 還是用10個model 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個model 他最後的成績最好的啊 對不對 這樣懂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樣子 三大組別 很重要 在paper裡面 缺一不可 這是 嚴謹的資料科學實驗流程 這樣懂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怎麼區分哪些樣本 要放在訓練組 哪些放訓練 哪些放驗證 哪些放測試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這邊5000個人 對不對 就隨機的 隨機的決定 假如說前3000個 就是 這一組 全3000個就是訓練組 剩下 其中1000個 驗證 剩下1000個 測試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隨機決定 很多paper也都用隨機決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另外 有的時候啊 訓練組跟驗證組 他可以合併 並且使用 K倍的交叉 按針技術 什麼叫K倍交叉 按針技術 就是 我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我測試組當然只能用一次啊 這個 沒有辦法跟任何人妥協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如果我的樣本 我把它用來做訓練組 然後剩下做 訓練組跟驗證組 把它分開 這樣子我是不是有點浪費 一些樣本 就要說我要訓練一個人工智慧 我本來 我本來只有4000個樣本可以用 那變成 我只能夠用3000個樣本訓練 然後剩下1000個拿來指導 這樣好像有點浪費 對不對 所以 有人就想出了一個方法 那4000個樣本 我把它分成 subgroup ABCD 每個樣本1000個人 然後我在最開始的時候 用ABC做training set 用D做veridating set 那接下來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model 這個model1 那 接著我用 ABD做training set 用C做veridating set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產生model2 接著我可以用 ACD做training set B做veridating set 我是不是可以產生model3 最後 BCD做training set A做veridating set 這個 最後產生model4 對不對 那我在測試組裡面 這1234個model是不是互相獨立 我可以把4個model的結果平均起來 用在這裡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同樣一個 訓練組跟驗證組 這4000個樣本 我就可以產生 4種不同的組合 訓練組跟驗證組的組合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4倍的交叉驗證 那所謂的K倍就是 它分成了K組樣本 然後 產生了K個model 那K個model的結果可以平均起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等一下 我應該會教你們試驗一下 好 那某些研究 它可以不包含驗證組 所以這個有時候你看Pepper就需要一些經驗了 但是你需要動手做 之後你看Pepper 你才會擁有那個經驗 什麼時候你不需要驗證組呢 舉例來說你不需要選模型的時候 舉例來說我的model就是 做一個邏輯思惠規 我的參數就是那 1000個 就是那20個 就是那20個 我沒有想要選啊 那我可不可以沒有驗證組 可以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時候 有時候Pepper又只有訓練組跟測試組 好 那它的名字有時候測試組 只會換成驗證組 這樣子 就是 有時候會有不同的組合啦 好不好 大家必須要看Pepper內文 看看它是怎麼做的 你才知道說 實際上 它擁有的組別是哪些組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有時候 研究好像 沒有測試組 它可能真的沒有測試組喔 它真的在驗證組裡面 它做了10個model 選出一個最高的 然後做report 這樣的Pepper你要非常小心 它可能會高估模型的追蹤準確度 好我跟你們講這一個 驗證流程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你們必須了解我剛剛講的邏輯 然後你要知道 以後你看到Pepper的時候 你要用非常嚴格的眼光 去檢視它有沒有 高估模型的準確度 它有沒有亂搞 那它亂搞了 你就知道 這個準確度我要存疑 它亂搞 不是說亂搞 不是說非黑即白啦 好不好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他 他用 他只有訓練組跟驗證組 然後他在驗證組裡面 選了10個model 最好的 10個model的分數 介於80到85分 他用85分來report 他有沒有亂搞 他有亂搞 可是他亂搞的沒有那麼嚴重 他的paper不是完全不可信 只是說 你要知道說 他雖然report 他的model 85分 但實際上可能大 在真實世界 可能是82分左右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接下來 接著我們要決定樣本歸屬之後 我們 有幾個步驟來進行實驗 這些步驟非常的重要喔 1 2 3 4 5 1 特徵工程 什麼叫特徵工程呢 就是 我們本來的變相 有這個 有這個很多對不對 那我們可能可以先進行一些組合 然後產生新的變相 舉例來說 我們本來只有身高體重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BMI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我們就是 這個就叫特徵工程 或者是 我們前幾節課有教過多重插補法對不對 有些missing value 我要把它做一些補充 這個東西也叫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的是一個很廣泛的turn 他的意思是說 我對我的變相 我對我現有的變相做一些處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是 變數選擇 你的 你做完特徵工程之後 本來你只有一百個變相 可能會變兩百個三百個甚至五百個 那我這個時候總要做一些篩選啊 居然說我本來我把身高跟體重組合成BMI 那我到底要使用BMI 還是使用身高跟體重 那我是不是要做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 我是不是就是用 驗證組的樣本來指導我的訓練組來選擇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變數選擇完了之後 也許你要做一些樣本修正 而舉例來說 有一些樣本 你看他搞不好key錯了 舉例來說你發現 你的樣本裡面 怎麼有一個身高一千公分的 這絕對是key錯了對不對 那適當的時候我就要把它刪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或者是 正常的人 這個 正常的人 這個 呃 這個身高跟 這個年齡的關係 舉例來說 這個 五歲的人怎麼可能身高一百八咧 這一定有問題 我要把它刪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就是有一些極端值 你可能要做一些刪除 你要做一些樣本的篩選 或者是資料擴增 舉例來說我剛剛講的 你covid-19的病人很少 我想要把它模擬 模擬產生一些新的 好不好 模擬 反正你的訓練組樣本 隨便你怎麼搞都可以嘛 對不對 接著 模型訓練 模型訓練就是 梯度下降法 那整個過程 在R裡面 至少先進回歸 跟邏輯式回歸 我們都可以用內建函數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實際上 這個 呃就是 從這個 到時候我們這節課教的所有 我說的是我們這個學期 教的所有的極其學期模型 我全部每一個都會跟你們做數學推導 可是他每一個其實都有 套件或者是內建函數 可以拿來做 所以講真的你不懂 數學推導也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說 你不懂數學推導 你要改他們就沒那麼簡單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模型訓練啊 看起來很難 實際上 反而搞不好是 裡面最簡單的一個部分 好最後 性能評估 性能評估啊 我還沒教過你們怎麼做性能評估嗎 對不對 我性能評估 我們等一下來教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利用範例資料來完成一次資料科學實驗 好 首先 我們希望用Gender Age Rate PR QRSD QT QDC等等 這十個參數 去預測LVD 這是我們的命題哦 我們的參數就是這十項 我們要預測的東西是LVD 你千萬不要覺得 這個題目非常的搞笑啊 這個等一下 我給你們練習完之後 我把這邊PAPER找出來 這個是有憑有據的哦 好不好 確實有PAPER做過這件事情了 好不好 欸你們不要 欸你們千萬 你 你們笑成這個樣子 我問你們一下 你們覺得這兩天PAPER 是 西元幾年的時候 做出來的PAPER 你不要笑哦 2019年還是2018年吧 我搞不清楚 一個 韓國團隊的 這個PAPER其實也不差啊 好不好 因為LVD是個重要的疾病啊 好不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把答案讀進來 答案讀進來之後 我 首先這個LVD 它不可以是missing啊 好不好 你LVD missing了 你做多重插補法 那也是非常的搞笑啊 對不對 你連標準答案都不知道 然後你的標準答案是 多重 是預測出來的 所以你一定 你在做 資料科學實驗的時候 注意哦 你的Outcount 是不可以是 插補的 你只能 你只有X可以插補 Outcount不可以插補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Gender Edge這些留下來 產生Use的Data 這個Use的Data 我們看一下Head 好非常的乾淨 LVD 然後用其他預測LVD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知道變相中 會有許多 missing value 所以我們要進行 多重插補法 怎麼做呢 來看一下 我們把Use的Data 的Gender 改成一個類別變相 那他本來就是類別變相 對不對 然後接著把UseData LVD 跟不是LVD的把它分開 變成X跟Y 這個X就是 字變相 我要放在邏輯思惟規的 右手邊的 那些Variable 這些Variable 我是可以做 多重插補法的 那我現在只插補出 一個插補集 一個插補集 我不做多個 好不好 因為你做多個 這個就是重複很多次而已 然後你有很多個 方程式 然後你把它合併起來 好 我們現在這樣子 把它產生 input data 好這需要跑一段時間 我們先讓大家到這一步 好不好 好當你把這個 impure data 產生完以後 這個 impure data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就沒有 missing value 就是 有非常多Variable 然後LVD LVD 就是0或1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 missing value 那我們就可以一個一個 來對LVD 做 預測 然後預測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看 哪些 變相要留著 然後我們建立最終model 好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首先 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要分成訓練組 驗證組跟測試組嗎 對不對 這算語法 我們可以把 training set 先 sample出來 抽出60%的data 做為training sample 接著抽出剩下的樣本裡面 抽出20%做為verdient set 剩下再做成test set 好 set0 setset0 代表我要固定我的隨機數的種子 這樣做的好處是 我做 我每一次 我看起來像隨機 實際上 實際上就是我每一次 我可以重複我的結果 這樣知道嗎 好那這個 我這樣run完之後 喔不要再run前面了 那要浪費一些時間 我這樣run完之後我就產生了 training set 跟 radient set 跟我的test set 他們三者互相獨立喔 好不好 他們三者互相獨立 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重複的樣本 接著 我在我的 training set裡面 做 Gender的 sv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後我把結果summary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p value 對不對 這個p value說 3.91 乘以10的-7四方 好這個 大家如果沒有學過生物統計 沒有關係 我就直接告訴你們啦 這個p value 如果是小於0.05 就代表significant 好不好 那個 那個生物統計 我不教了好不好 這個 雖然說我覺得講生統 我應該也還是蠻是可以講的啦 不過我們就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了 我們就挑出 p value 小於0.01的 那我們發現我們挑出哪些咧 來 Gender可以挑 然後 edge edge不行 edge不重要 再來 這個 rate 要挑 pr 不挑 qsd 要挑 qt 不挑 qtc 要挑 這個 p軸的這個 這個不挑 好不好 然後這個 qs的軸不挑 這個 t波的軸要挑 好 挑完之後 我們就用我們剛剛挑到的這幾個 來做我們的final model 這是來做我們的final model 然後這樣我們的final model 我們是不是可以建好 這是我們的final model 這樣可以接受嗎 建好了以後 這個我們的final model 我要怎麼使用它咧 在r元裡面要使用 內建函數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那個推導過程 只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原理是什麼 但實際上啊 你要使用的話 你只要predict這個函數啊 然後把物件放在這裡來 我跟你們講 這個以後 你們遇到的所有的 這個 就是所有的這個 就是 就是 不管是人工智慧模型啊 還是什麼 模型 你們都可以用predict函數 很簡單的使用它 這個predict函數非常的神奇啊 大概就跟什麼summary這個函數差不多啊 你們發現summary它是不是把什麼資訊都用出來 啊之所以會這個樣子 這個這個非常複雜啊 這個我們就不講啊 這個跟什麼summ class啊等等 有關係 你有興趣的話 那個 那個什麼我們那個 阿語言程式設計 導論那些課程 你沒有上 你也可以看那個youtube的影片看一下好不好 好 predict函數用在 verdealing data 我就可以產生 verdealing data predict 這就是我最終預測出來的結果 這個test data predict這也是我最終預測出來的結果 這個predict的結果你會發現 他是介於 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 那是因為predict出來的結果 他是linearpredict 他沒有經過 他沒有經過那個s型函數的轉換 你想要轉換可以自己轉換 好 我們現在 在reduing set上面 我們可以做一個東西叫ROC curve 這個ROC curve啊 你必須要 批ROC這個套件 才有辦法做 然後你用predict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新的這個 預測值 然後去跟LVD做ROC curve 做完之後 你可以看這個ROC curve 我們把它plot出來 這個長成這個樣 這是什麼意思呢 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不同的數值對不對 那 我可以我絕對可以用 我絕對可以去決定這個 如果我的cut point 就是我超過-2 我超過-2 就認為他是positive 就認為他是有病 那我就可以決定出一個 有病跟沒病 positive跟negative 你們看一下黑板好不好 好 那這個不同敏感度跟特異度的組合 我們在黑板上寫的這個東西 他 有很多不同的切點 我就可以把它用 這個軸是特異度 這個軸是敏感度 我把它點在線上 這樣是不是就是一個曲線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我要用哪一個點 當作敏感度 哪一個點 來做切點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曲線 曲線下的面積 我們叫他 Area Under the Curve 0.77 這個Area Under the Curve 如果是1的話 這個曲線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代表敏感度100% 特異度100% 這樣就代表 這個曲線下的面積如果是1 就代表他是完美的預測 如果是0.5 那就是代表你是用拆的 跟丟骰子沒有不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0.7 他的7.7 他的performance就是 勉強 就是比拆的好 也好了不少 但是離完美還很遠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model 我ROC Curve 建立出來之後 我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 切點要定多少 對不對 我不知道切點要定多少 所以我可以問 最大敏感度 敏感度加特異度 加起來最大值在哪裡 194個這個點 那他的threshold是多少 就是他的best cut point 他的best cut point 是-0.43 所以那個 正號是-0.43 大於-0.43 那個負號是-0.43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把 這樣的一個結果 跟我們在我們test date上面 把它用在上面 predict的結果大於-0.43的 這個就是positive 剩下就是negativ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產生的這個table 這裡是catch 這個分支除以這個就是敏感度 這個除以這個就是特異度 好 那這樣我們得到這樣的結果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test date上面的ROC Curve 把它畫出來 這是我們test date上面的ROC Curve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剛剛那個點 把它點上去 並且秀出我們的敏感度跟特異度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完整的 資料科學的流程 這樣動用的意思吧 那我們現在 也有點接近下課時間 那下一節課 是那個三點半嘛 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讓這個 課程delay 那我們跟大家做最後的簡單的介紹 就是我們這週教了什麼 第一個邏輯思惠規 然後他整個原理 包括他 cross-entropy的函數 我都已經跟大家講了 第二個是我教了大家一個整套的 資料科學實驗的流程 請大家注意 原理就是我需要分三組 分完三組之後 訓練組用來決定 從方向set 裡面找 function 那個驗證組 我要來找一些關鍵的參數 舉例來說找切點 然後測試組 拿來做最終的預測 這樣動用意思嗎 那我們之後要教大家更多的預測函數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大家可以再留下來練習個兩三分鐘 或者是練到下一節課開始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好 好 好